已经三年薪水都没有调涨的军工教人员 这一回总算笑得出来了 人事行政局下午宣布 比照欧美和其他亚洲国家 73万的军工教人员调薪3% 投资下去 假如我们能够找到好的人才 那在目前工作岗位上的工作同仁 能够有比 行政院长吴敦毅才刚刚宣布 明年公务人员不会调薪 但是台北市长郝龙斌却带头向中央喊话 支持公务员加薪 不过在选前抛出这个议题 绿营就质疑郝龙斌是为了拱固军工教基本盘 才会故意跟中央唱反调 根本就是在政策买票 带着多位国民党立委一起献身 郝市长这回不是为了选举造势 而是要带头点火 支持公务员加薪 我们希望整个景气的回升 经济的好转 应该由全民来共享 而全民共享 透过公务员调薪 薪水这个方式 我相信能够达成 公务员调薪 中央已经要举债4,290亿 如果出国公务员 每人薪资调高1% 国库就得多举债71亿元 更别说想调整到基本幅度3% 政府要多欠214亿 在国内景气逐渐的好转 进出口也大幅成长的情况之下 军公教调薪始终成为话题 而昨天行政院长吴敦毅就主动的向企业界来喊话 希望企业界能够在明年的农历年后调薪 一样就是希望农历过年之后 大企业然后中小企业都能够调薪 那个时候有适当的时机 我们政府也可以加一把 这样子让全国更能够减少 同样也是跟钱有关的消息 在美国总统抛出了为公务人员加薪的议题之后 行政院长吴敦毅也多次表示 希望军公教调薪能够带动民间企业为劳工加薪 不过光是单纯从景气回升来看 今年有七成的企业没有调薪计划 剩下三成最多加薪4% 而军公教人员如果调薪 也有九成的企业表示不会跟进 一成的企业最多加薪1% 显示军公教调薪不一定能带动劳工跟着加薪水 其实有超过九成 七年之间都维持4%左右 日子多难过 什么都涨物价飞涨就是薪水不涨 但是这句话呢 军公教人员恐怕 军公人员恐怕以后就很难讲了 看到了这个有一份最新的民调 马总统的满意度呢 已经掉到了只有32.9%了 不满意度高达五成六 现在赶快打经济牌 行政院会通过以追加预算的方式 来通过军公教加薪3% 马总统喊话 希望民间企业能够跟进 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感觉到所谓的有感复苏 军公教确定加薪3% 7月1号开始实施 马总统借机向企业界喊话 如果去年赚一点钱 今年拜托给员工加个薪好吗 一起来增加 增加所得就能够增加消费 增加消费又可以带动我们的成长 呼吁企业界跟进 总统旗派军公教加薪 能够带动整体经济成长 但民众感受是如何呢 我觉得老板应该考虑 而公务员7月1号就要加薪3%了 裁员从哪里来呢 新闻院长吴敦毅说是要追加预算 这个是所增加的185亿7千万 就是用追加预算的方式来解决 可是它算是重大事故吗 加薪是重大事故 大家认为说这根本就是违法 那么如果说这是违法领的加薪 他们要求5回以后每个月新加薪 院长吴敦毅的薪水 加了9千多块钱 民进党立委会首长把加薪捐出来 你要不要领 我已经都捐出去了 你要不要领 我这个增加还会再捐 哦你还会再捐 心理已经准备了 你就干脆不要领就好了 还要再捐 你让我们举债来把薪水给你 然后你再来捐出来 这个逻辑是什么逻辑啊 你们要跟随 是 这个事故是因为那天有 昨天有委员提到 所以我们特别当也在查了一下 那个词点 当然各词点有不同的定义 那当我们事实上送这个 最佳预算案 当然除了引用预算法第79条 第三款之外 事实上过去也是有这个案例啊 过去也是有案例 那像那个79年度军公教人员 增发半个月工作奖金 那也是引用79条 第三款的规定 送最佳预算 经立法院 那从明年开始军公教加薪 百分之三 总统每个月将会增加 13869块钱的薪水 而部会首长每个月的薪水 也将突破19万 政委希望能够透过军 13869元 达到476000多块钱的薪水 而五院的院长 月薪将会增加9410元 行政院长吴敦义 并要将增加的薪水捐给工艺团体 回应以反对军公教调薪 带动民间企业加薪的声音 本来就不公平了 要比照军公教 很难吧 政治方面他们想怎么说 可是有企业哦 但就在这个时候 大家却在检讨 退休军公教人员 优渥福利的问题 例如公务员如果调薪 那退休的军公教人员 越退缝 也可以跟着调高 让人不满 军公教人员退休了 一旦公务员调薪 这些退休人员 越退缝也跟着调高 公不公平 没理 他们退休还要领多 老公的 他还退休 军公教人员 跟劳工福利 比较表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这个退休金 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 兼领一次退与月退 这个劳工有没有 没有 好 月退缝随政府调薪 这个比照公务人员调薪 这老公有没有 没有没有 你退啊 要去退休 什么人要求你调薪 什么人要租给你 18% 13%优存 这个退休的军公教人员18% 这个是四大公股退休人员13% 额度限500万元 2008之后新进员工 马政府栽商呼吁 全国企业应该要帮劳工加薪 就连台北市政府也带头说要替员工来加薪水 但是公务员有没有可能一起加薪呢 今天行政院长江一华 当场否决了立委的提案 行政院在2011年曾经调增军公教员工的待遇3% 最近又有蓝营立委抛出了为军公教加薪 那么国民党立委廖正锦 他就呼吁要为军公教人员加薪3% 行政院长毛志国虽然没有松口 但是表示该做决策的时候就会做决策 对此民进党表示应该先为劳工加薪 但是国民党团表示 而行政院也计划在6月底召开军公教员工 待遇审议委员会来讨论 8月底就会公布加薪方案 但是以刺激企业加薪为由 为军公教加薪 民进党不买单 国民党的立委推动的军公教加薪 民进党发言人郑云鹏说 这个军公教加薪的议题不是不能够谈 但是必须是考量国家的财政 社会的公平还有世代的正义 不应该消费军公教人员 而国民党呢 要政府调高军公教的薪水 来带动民间企业加薪 不过呢 今天在立法院的总质询上 行政院长毛之国否认了这个说法 他强调军公教人员加薪的前提 是必须是民间企业先调薪 国民党立委日前提议 要调高军公教薪水 百分之三 接此带动民间企业加薪 但话题一抛出 立刻引来在野党一片踏伐 立法院10号举行 公务员应该加薪 我想我就是用这个原则 普遍在加薪的时候 公务员工都普遍在加薪的时候 公务员应该加薪 我想我就是用这个原则 如果没有就不会加薪 对 我想我们会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马上来关心的就是蓝颖说 要帮军公教加薪 但是加薪一%会增加70亿 这个钱是全民要来买单 而且呢力推加薪四把 不过加的却是奖金跟红利 上班组恐怕是看得到吃不到 国民党团鼓吹军公教加薪 被外界质疑是选举操作 而就这么巧 是金管会现在也针对 1300多家的上市贵企业 来做加薪的调查 有企业就认为说 这难道是想要合理化公务员加薪的正当性 给没有加薪的企业一些压力吗 不过金管会主委曾明中也急忙的撇清 说调查是例行的公事 和公务员加薪一点关系也没有 民众不满大汗不公平 因为行政院规划最快7月 将敲定军公教是否加薪 一般上班族苦哈哈 政府颁出大数据调查 指出过去三年 民间企业平均加薪高达3% 但8万少缴税多领利息已经不公平 如果再调薪每增加1% 等于全民要共同买单70亿 调薪的正当性不太够 因为上一次马云九调薪的时候 他们其实说法是说会导致一般的民间企业更调薪 但实际上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 巧的是每次加薪似乎都在选前 如今赶在2016大选前 敏感的时间点又释出加薪好消息 动机时间 那我一开始就感觉到呢 这个政府不晓得会变成这样的政府 我们 特别讲 市农工商 本来就不一样了 你怎么要让市农工商都是呢 齐头平的 天底下有这个道理 对不对 那么说穿了 他就是学毛泽东 阶级斗争 对 这种阶级斗争 制造阶级斗争的政府 我们该不该推翻他 对 不该推翻 罢免他 所以 我们在这里呢 高谈扩论非常的多 作而言 不足其而行 对 我们也要告诉呢 现在的军工家 不要为虎作章 对不对 对 让他们跟我们站在同一条阵线 刚才我们讲的对 就现在在军工家 能捞就捞 能婚就婚 大家的拖垮这个政府 好不好 好 我真心大家 祝大家健康快乐 谢谢 加油 加油